前阵子正秀着梨花的消息冲上了热搜,突然看到这个名字,你可能觉得很陌生。 但是说到电视剧《东游记》,你可能立刻就能想起来,这个是有核心瓜的女演员。 当年《东游记》里的核心姑简直就是小巴印象里仙女姐姐的最好模板。 当年的仙女姐姐现在也已经四十多岁了,但是从她自己发布的近照来看,不仅颜值没有下跌,反而增加了岁月次女的运类。 在广大网友陷入核心姑,带来的就是记忆时,很多人也纷纷想起了很多熟知的新加坡演员,比如新加坡赛美。 其中除了核心姑的饰演者郑秀珍之外,还有同样有出演《东游记》的郭飞丽。 她的剧中饰演《妩媚动人》的白牡丹。 苏永鹏版的《以天屠龙记》里也有她的出现,扮演张无忌的母亲,烟素素。 虽然出场的级数不多,却让人影响深刻。 在美中还有一位就是范文芳,1998版《神雕侠律》里的小龙女,眉眼还笑。 当时也迷倒不少观众,其实新加坡还有不少女演员,在中国有不低的知名度。 比如林香挺浪,她在宝莲灯中饰演的丁香,至今让人记忆犹新,说了这么多美丽温柔的美女小姐姐,其实都忘了她。 这位新加坡女演员,才是幕后大boss真正的新加坡爱姐,她就是郑慧玉。 这位爱姐进入演艺圈的时间一转眼,也有三十年了,年轻时她就是不少电视剧的《黄金女主》,相信708时候吗,或多或少都看过她演的电视剧。 想当年,由郑慧玉主演的《窈窕淑女》,一度迷倒半千观众,三位青春亮丽的美少女,演艺励志的成长故事,是问哪个观众看了不心动,放到现在,简直就是励志版的小时代,或者鸡汤版的至青春啊。 除了《灵力少女》,郑慧玉演起《盖链女性》也完全不在话下,在电视剧《魏斯丽传奇》中,她就和陶大鱼合作,在剧中饰演白素。 《盖链女性》又固又美,啊,又和万四良一起拍摄的电视剧《金枕头》,其中爱姐郑慧玉和三美之一范文芳饰演两大女主,画面十分扬眼。 而郑慧玉也已经战略演技,凭此剧角色艺去拿下《红星大奖》最佳女主角的奖项,业务能力出众,有拍红了这么多剧,这就难怪郑慧玉,在新加坡,会被称为爱姐了。 足见其地位之高,近几年郑慧玉还拍摄了电视剧《你也可以是天使和志在四方》系列,一个是经验丰富的护士长,一个是事业上的女强人。 不得不说,这种社会精英女性类型的角色,的确非常适合郑慧玉的气质。 郑慧玉如今已经五十岁了,小八从他在微博上频频拍出的视频和照片来看,惊讶发现郑慧玉这是越活越年轻的节奏啊。 她的身材和样貌都保养得很好,看不出岁月的痕迹,甚至和年轻时相比更好看了。 而且郑慧玉如今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,看看工作间系的花式招也完全看不出倦意,精气神十足,眼含笑意,完全就是当年美少女的样子啊。 郑慧玉如今时,在一种美女艺人中,并不是颜值最出众的那个,但是经历几十年的抵挡,她的状态却越来越好了,不愧是新加坡爱姐,几十年的演艺经历,和现在精彩的生活现状,就是对这个称号的最好证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